花蓮縣議會今天早上繼續進行縣政總諮詢 鄭乾隆議員質詢議題包含了 台泥企劃爐增加極安 花蓮市暫存垃圾的企劃量 因應非洲竹瘟養豬業者禁止使用出於養豬 目前是否可以滾動式檢討 降低養殖業者的成本 希望縣府能夠與業者溝通實際的難度 花蓮縣議會第二次接第二次的定期會 16日上午縣政總諮詢由縣議員鄭乾隆 進行縣政總諮詢 對目前吉安鄉與花蓮市暫存垃圾量10萬公噸 而目前花蓮縣政府與台泥進行企劃爐的簽約 市營運期間每日處理量135公噸 鄭乾隆議員希望花蓮縣政府環保局 能夠協調增加暫存垃圾的處理量 台泥跟我們花蓮縣政府定了約 一天他只收集我們135公噸的垃圾 那我們大花蓮市吉安鄉 一天的垃圾量就有170多公噸 我想以目前每天產生的垃圾就沒有辦法企劃了 那目前暫存在我們吉安鄉花蓮市的垃圾 將近有10萬噸 那以如果我們剛才科長所講的 每天可以企劃50公噸的話 算算要2000天 2000天才可以企劃我們目前暫存的一個垃圾的部分 我想這個時間上也不容許 那我是希望我們環保局 我們縣政府可以激起的跟我們台泥來商討 是不是可以把它企劃的量再提升 對於禁止廚餘養豬是否可以滾動式的檢討 在政策的延續性上 讓養豬業者知道目前縣府的做法以及難度 家戶的那個廚餘還有我們事業的廚餘 都沒有辦法讓我們的租資來使用 那當下縣府也有編列一些預算 來補助我們的養豬戶 那現在每年我們縣府編列預算 來處理這個廚餘的部分 每年將近一千六百萬 我想早期我們的租資都是在使用廚餘 那我們廚餘現在不能讓租資來使用的話 造成了很多廚餘後續的很大的問題 以台灣省各地來講 我們雲林縣台東還有花蓮 目前還是不能讓租資來使用廚餘 那其他的縣市都可以 那圍堵花蓮不行 我想一個政策的擬定可以 因為時間上我們可以滾動式來檢討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的花蓮的廚餘 繼續給我們的養豬戶來 讓我們租資來使用 那我們縣府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所謂的中央的真主中心 把我們家戶的廚餘 餐廳的廚餘 統一集中來做燒煮的動作 讓我們的租資繼續來使用我們的廚餘 因為廚餘是有產值 讓豬隻使用的話 也可以減少我們養豬戶它的成本 那相對的我們的廚餘 也不會造成地方的一個污染 也不會造成一些業者的困擾 現在的現在說加溫到90度以上 當一個小時 這個部分沒有辦法完全保證 可以把這一些的病毒給殺死 那這樣子在我們沒有辦法完全防治 或沒有科學或任何的依據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能夠開放廚養豬這件事情 我想農政單位 無論是這個農業部 他有沒有說也可以開放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跟這個農業部 以及所有專家學生 我想再次討論 記者林杰花林寺採訪報導